这个桥居然只有10吨 这个车应该是个空车 让它先过 它空车我觉得都超过10吨了吧 这都铺的木头版 等一会等一会等一会 别开玩笑 应该走了 路还行 就是这个桥确实有点可乘 是怎样子搞的 我们现在准备想着看能不能坐轮渡过河 不想绕大圈子回去了 我们也是左拐 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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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坐轮渡 对对对 这是 湄公河边上的一个小镇 轮渡就在前边 地图显示这是一个小码头 看一下有没有船 要没船的话 我们还得绕个几十公里才能过去 这个 怎么感觉 一手凉凉啊 诶诶诶诶 诶诶诶 这边这边这边 是用那个吗 是不是 我来问一下这儿的人 哈喽 Cross River 哦 this boat wait here 这啥意思 哦在这等是吧应该是在这等 走了走了 这个大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一班 还有那个小船 就是木头船 可以过 把这个摩托车放在上面 我们看着有点害怕呀 这个东西 还是骑回去吧 绕一圈 不着急 安全第一嘛 是不是 还是过大桥回去 然后进山里 山里凉快 哎呀再来加个油啊 每辆车再来5万块钱吧 他这边有很多 咖啡种植园 就有很多咖啡厅 这也是一家咖啡厅 哎 这还有吃的呢 对啊看的有粉 这是个餐厅 这是疫情的时候搞的吧 坐这点吧 先来个冰咖啡 点了一个 牛肉粉 吃了饭呢 考虑一下还是上山 小楚哥再去弄个榴莲吃 山上凉快 在这儿吧还是在哪儿 你想 昨天是好像还在前面一点点 对 再往前走一点 就找个找个人家 本地人有人吃的 我们昨天就在这边吧 还在前面一点 哇这边也有人买 哇好多榴莲呢 没有他们本地人是买了以后带走的嘛 那至少说是人家会挑嘛 因为我们不太会挑的 吃年头买榴莲反正就是 哪人多去哪 对 要是我是老板 我没事干 固上几个人 放个几台摩托车 对对对 这样比较招人招商人 对对对 这都是越有人是越有人 越没人是越没人 就这么怪 越排队是越排队 人都来了看到没有 又来一辆车 我们也让他们选一个行了 就在现场吃了吧 这边都是 小个的 本国人都在这儿买 感觉一个也就是 一斤多一点 有小个的 现在开 小个的他有个 至少三方肉吧 你看人家 已经开了 他说这个是卖给我们4万块钱 416块钱好便宜 OK 我们就开个这个小的 因为是 小鼠根一个人吃 哇 这还可以 这才16块钱 你看 还行 挺好的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这个 几房肉了现在 三房了吗 就是 这有点小的 OK 说这个这个好扎人啊 人家这个开的好啊 我们这个就有点磋了 这个好这个好 来来来 这几房肉 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 五房肉 你吃吧 你吃上两个得了 先吃吃看 小鼠根明天也得 离开了 看着不错 看着不错 吃吧吃吧 你今天吃上两个过个瘾 不然的话你回国以后 四倍价格 四倍都不一定能吃到这个味道 对啊 这个16块钱人民币才 你能吃多少都吃多少 这是一公斤吗 不到 还不到 它五万是一公斤 它这个只卖我们四万 哦 就这个意思 还是比较有诚信的 可以吧 这是熟透的是吧 对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软糯的一种 但是这个也挺好吃 就 看起来小一点的 不起眼还好吃 是吧 对 这两个不要浪费 你多吃 小鼠根明天要去泰国 然后又飞 迪拜 我明天把他送到口岸去 今天管饱 反正你能多吃 就多吃 这边好像比泰国便宜人 便宜多了 毕竟老挝这边 还没有那么多游客 泰国是 我那天去看是四十 四十多元一公斤吧 人民币四十多元 人民币四十多元 这边是二十 那比泰国便宜了一半呢 对便宜吧 曼谷肯肯定要贵 更贵 我就看你们吃就够了 你粉丝看他们会很着急吧 呵呵呵呵 我不着急 因为我也不吃这个东西 吃点别的不行吗 你看 哇 你看他们 哦 嘿嘿 他们三个人啊 已经吃掉了四个 现在还在开啊 哦 这好厉害 我们 再开一个 这边真的是一个人吃两个 哦 这个好 虽然说我没吃过 但是我觉得看起来这个挺好 就是 有点金黄色 而且没有到那种 这个可以达到金镇的标准 这个啊 我爱不认识 这里头有了吗 这里这里还有吗 哦 那个有一些是坏的 老板可以再补了一个小的 也没算钱 哎呀 就是 一个人坐在这吃 也就是花个 三四十块钱 就能吃饱 吃爽 国内的话 一个人估摸着 也得要花个三百块钱吧 自住吗 自住 国内吃一顿就是那样子 可敬巴火的吃 榴莲 谁让你这么吃 呵呵呵 啥家庭呀 看着 哇 我说实话 我闻着我都觉得好臭 就这种都是熟的 这个不是吃多上火吗 是 拖出去了 当饭吃 要吃饱的话 你估计你得吃几个 五个 没试过 没那么奢侈过 没事可以试一下 又不是没这条件 哈哈哈 老板再看一个 又吃多了也有点腻了 哈哈哈 太甜了 继续 有吗 这个是好的吗 他说这个应该有这个有吗 他们怎么看得出来的 他们的手 哎呃这个 这个 这个在开完洗呀这个 这个我俩挺招财呀 因为停了一个中巴车 你看 一下来十来个人 一人吃一颗 他得有十来颗 这什么东西掉下来的 工作人员 是的 唇蝇也是肉是吧 哈哈哈 要不要再来一个 来了 吃到你以后 回忆起今天 都感觉嘴里一股榴莲味 洗手洗手洗手 价格便宜 就在这吃饱了再走 真的是越有人是越有人 你看我们在这吃着吧 不是下来中巴车的人在这挑吗 那边又来了个皮卡车 又停下来了 又在这挑 一口气不得再卖个二十来个 这个东西砸着谁的脚了 我们多少钱 我给十万吗 老板娘你看到没有 都是大口袋装钱 8万才 这个才8万 4832 342块钱 人民币 对啊 吃个爽 因为我们给他下来这么多生意 对啊 你看这个人多 8只 好了好了 我们也准备出发了 你看他们本国人 好喜欢吃这个东西 位置 现在发到视频上 其实就是 巴塞 朝着巴松走 就那边是巴塞 往这边过来 大概28公里 就这么一个位置 这几公里都是卖榴莲的 因为这旁边全部都是榴莲种植园 看吧 走 拜拜 生意新龙啊 你看 真的 这一个摊位有人吃啊 就有 就有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 我要停在这吃 从中心里啊 这条小狗 这影响我欣赏落日啊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